大家好 我是蔡依珍 淑莉早安 依珍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淑莉 昨天也太熱了吧 妳被秋老虎咬了 對 真的是被咬到 就是母老虎會怕秋老虎嗎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還好吧 妳還好 妳還好 用母老虎也是我比較母老虎一點 就是說 什麼意思 觀眾聽聽話 大家互相傷害就對了 可是說真的 因為上禮拜的時候 已經覺得有點涼了 然後想說那應該也差不多 可能冬天或者是秋天的衣服 可以慢慢開始穿 結果昨天中午一個熱 好多人都喊熱 因為就是我們昨天有講 這個禮拜就是秋老虎的禮拜 從禮拜天就開始了 有沒有 有 然後昨天繼續下去 而且我們昨天就講 昨天會比前天更熱 果不其然 昨天這個新北樹林 你知道幾度 有35.2 那真的是秋老虎 是不是 台北昨天有33.1 那難怪 所以這秋老虎可凶的 真的 而且它凶一個星期是不是 對 差不多一直到禮拜五 所以我們就講 小心被秋老虎咬了 雖然是寒露之後 我們就是真的進入到深秋時節 本來前一兩個禮拜覺得 怎麼馬上就秋映 覺得秋映濃 是不是感覺今年 是不是會冷得比較早 對 結果沒想到 馬上秋老虎一來 就覺得 應該是沒有這回事 所以我們說實在的 我們還是要繼續觀察 但是這個禮拜這樣看起來 真的你要感覺到涼 變天 真的是要到週休假期 因為你們不是說會有東北風嗎 今天 這東北風要到晚上 而且晚上東北風就算下來 今天晚上到明天 是東北風影響 可是這一波東北風弱弱的 那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了 不敵秋老虎 不敵母老虎 秋老虎跟母老虎一樣厲害 不敵亞厲害 所以快起來要到這個禮拜六 東北風下來 大家才會有感 而且也要注意 你看昨天台北 跟預報一樣33.1度 可是在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北台灣高溫的預報可是28度 一口氣你看光是高溫 就下降5度 所以再加上下雨 所以你感覺上一定就會更濕涼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溫差上的變化 那我們要不要順便預告一下 對啊 是不是說有颱風 不是啦 不是的 妳在說的是 這麼有默契 禮拜六也不是要來煮食 對啊 星期六可以來看我們 又可以看到一針 又可以看到鼠粒 那我們會在哪裡跟大家見面 我們是會在兒童樂園 對 兒童新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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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了什麼事情 我們的漫飛天使 沒錯 漫飛天使的活動又要開始囉 所以這個禮拜 禮拜四 禮拜五 鼠粒就要去花蓮了 是 因為今年我們的漫飛天使 要幫助的是花蓮的漫飛天使們 而且剛好今年我們看到 其實花蓮不管是在觀光上 其實都很蕭條 本來鼠粒就已經去花蓮好幾趟了 今年也剛好 悠悠基金會要幫助的對象 也是花蓮的漫飛天使 尤其一針這次很給力 你還親自去採訪個案 對 我去採訪了兩個個案 其實真的是很需要我們大家的幫助 沒錯 所以禮拜六雖然會下一點雨 變天一點點 不過我們大家都不怕 因為我們的愛心是滿滿暖暖的 沒錯 星期六歡迎來看我們 歡迎大家來 今天星期二鳥世界要帶我們看什麼 鳥世界 對 美鳥世界今天進入鳥世界 我們就要來到基隆 基隆在這個國慶 有好多我們美鳳世界的朋友去拍什麼 去拍黑鴻 不要以為它是國慶鳥 它是在基隆常看到的黑鴻 也是基隆的飾鳥 那也因為剛好它在港邊在這邊翱翔 然後又是整排的國旗 就好有國慶的這個氛圍 熟悠大看之下說國慶鳥來了 結果再仔細一看 這不是 國慶鳥事實上叫做灰面鳥 每年差不多就是在這個時候 它會來台灣過冬 但是在基隆所拍到的 這個就是也非常熊啾啾 氣昂昂的是我們的黑鴻 事實上黑鴻曾經一度 這個被列為二級寶玉類 本來都剩下這個才八十幾隻吧 還好在大家努力的富裕之下 現在在2022年看起來統計一下 大概有八百多隻 所以我們還是要繼續 來保護我們的環境 做好環境 這個盡量不要使用農藥 這樣的話才能夠讓黑鴻 繼續的翱翔在我們的天空當中 今天非常謝謝 來自於新北市的瑞芬 王瑞芬 為我們拍攝一下優美的黑鴻 來為大家欣賞囉 好 那小燕天資訊 趕快把時間交給蘇莉囉 好的 那我們就趕緊來看看 今天這個時候的溫度 告訴大家好好珍惜一下 因為現在的溫度其實是最舒服的溫度 我們來看看囉 優美 很美的台中高美濕地 現在有一點點輕霧的現象 在中部地區要注意 就是天空狀況太晴了 反而有那麼一點點輻射霧 好了 無論如何展開今天的開始 今天10月15號是禮拜二了 那麼一開始我們趕緊透過目前溫度 帶大家一塊來掌握 那現在外頭各地的天氣狀況 還有溫度如何 您可以看到今天清晨最低溫 一個依舊出現在花蓮的鯉魚潭 鯉魚潭來到了19.4度 那麼人工側散的部分出現的是在新店 來到了22.1度 那麼就現在各個區域的溫度 台北有一顆燈在這邊 現在台北市來到了26度 那麼中部的台中 其實就有一點清霧的現象了 那麼台中現在是25度 再往南走 我們會不會高雄 高雄天氣穩定 晴朗給頭也出來了 高雄現在幾度 現在是24度 大家會說奇怪 台北26 為什麼高雄24 主要是因為高雄的側站 是比較靠近海邊 而且高雄還有海風調節 自然而然溫度就稍微 比台北第一點了 那麼至於在花蓮這邊 天氣也穩定 溫度目前來到了24度 整個離島地區來說 馬祖雲就多了 不過金門跟澎湖 倒是非常的晴朗 而且穩定的 溫度上現在是23到26度之間 那麼再來透過雷達回波圖 我們就帶您來看 的確因為現在吹的還是偏東風 還沒有變東北風 所以水氣也不多 那麼主要的集中 是在東半部的沿海這一邊 可是不用怕 因為觀察它很久 它就是進不來 彷彿台灣這邊 有一道硬形的牆防禦在這邊 它怎麼樣就是進不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但是這個偶爾進來一點點 所以雨都還是很零星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新北 目前時雨量來看 新北的瑞芳還有宜蘭頭城 差不多是一毫米左右 所以雨都是比較局部 也還是比較零星的 那麼整體的天氣變化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從衛星雲圖當中 今天主要白天吹的 還是偏東風 水氣也少 所以今天全台各地 依舊是非常的晴朗 而且穩定的天氣 那麼會不會下雨呢 還是會下雨 主要午後雷震雨在山區 還是要多留意 我們從雨區預報 您就可以發現 事實上今天東半部 偶爾局部 還是會有一些零星降雨的 畢竟還是迎封面 那麼至於午後山區的部分 包括了竹苗山區 還有南投以南的山區 今天還是會有午後雷震雨 尤其嘉義以南高坪山區這邊 還是大雷雨的熱區 昨天差不多是在四點多左右 你可以看到高雄的納馬夏 最大時雨量也有四十毫米 昨天像是阿里山 累積雨量也有四十毫米左右 納馬夏六十一毫米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昨天高雄山區午後 這個雨其實雨勢 也是強降雨的情況 那麼到了晚上深夜 明天清晨開始轉東北風了 所以因為東北風也沒有到很強 因此主要是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的東側宜蘭 跟花蓮局部地區 會有一些短暫雨 或是短暫震雨的 那麼從地面天氣圖 我們也提醒大家了 今天因為偏東風水氣又少 所以當然今天各地的溫度 白天的時候 還是屬於比較暖熱的 那麼這一波東北風不強 溫度的降幅 差不多在一兩度左右 所以大家就多注意了 我們趕快來看看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北部地區今天的高溫 是在30到32度左右 那麼至於在中部地區 今天的高溫則是在32度之間 那麼在往南走南部地區 今天的高溫則是31到33度呢 那麼在東半部地區的話 今天的高溫則是28到30度左右 那麼離島地區的話 今天的天氣也相當的穩定 那麼馬祖原量是比較偏多 高溫的部分則是在27到31度之間 所以最後淑莉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囉 就今天白天依舊還是有秋老虎 所以呢 中午阿宵熱 大家穿著就盡量舒適 透氣為宜 但是早晚呢 現在BB也有涼意的 所以建議大家早上晚上 還是添加健保外套 午後雷鎮宇在山區會比較明顯 所以在山區活動的話 就要多加留意囉 時間交還給宜臻